这边的话 这个一份杨荡大帝的话 再拿下一份 2比1 他是单纯的想杀了 而且我没记错的话 刚才假许的回合应该是气过闪的 记错的话应该是气过闪的 所以说那一刀 你在烈士的情况下怎么也不应该去杀那一刀呢 也就是看见麒麟公怕的不行了 简单解释一下 好 那咱们看一下这句江面 好 这句江面 今天江面都比较怪 郭佳都去哪了 今天我觉得对于我们能看到今天决赛的朋友是非常有眼福的 因为每一局都没有所谓标准的无脑抓将的江面 就碰到什么 黄盖关羽 假许郭佳这些同时出来 就好无脑了 也不能说好无脑 这句话有点过了 节奏非常快 给予大家悲生即死的感觉 现在是2比1 然后现在的话是第4局 2比1第4局 然后今天的话是这个决赛的话是7局抢4 咱们看江面 把江面的话这一局 你觉得南京第一假许会继续无脑守假许吗 这局肯定不会 这局上一局完全是两个概念 因为这局有张疗了 这个肯定不会 因为上一局的话其实唯一能守的就是诸葛点 但是他不想守诸葛点 所以才守的假许 上一局如果有张疗的话 他应该也会正常守的 然后阳刚大帝这边的话选择了冷色 然后暖色守了张疗 看一下冷色怎么选择 我们还是冷死 我们是说的 阳刚大帝这一帮会不会守假许 没说暖色 那我觉得可能会 这一招真的可能会 这一招真的可能会 孙权假许 或者貂蟬假许 没有 貂蟬文体 我觉得吧 今天阳刚大帝这一方在面对貂蟬和孙权两个核心 还是比较偏向于选择貂蟬 你是想说这句话吧 对对对 就是说他们可能对于貂蟬的这个理解上 可能要就是说这个比孙权要高 觉得这个貂蟬就是说技能打输出啊 也比较稳定 被守牌的要求比较低 而且张疗本来就破坏守牌嘛 貂蟬有可能被破坏守牌的情况下发挥的比孙权稳定 大概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一抓我觉得冷色 张疗性并不好啊 暖色的话 现在非常舒服 就是这个加取孙权一拿 暖色变得非常舒服了 看一下冷色怎么选择吧 这个抓文献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就是观众反映一个问题 姿陈那边声音有点小 呃 声音讲吗 应该还好啊 我不知道大家 我这边是有人反映说是你的麦声音有点小 好 看一下这边冷色的话 抓了这个张维关羽 呃 冷色一抓这个文片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考虑到 我 我 我们家有爱大臣 咱们俩先稍微先休息会儿 姿陈这一轮多说几句话 就是很多人吐槽我们俩说话太多了 姿陈你多说点 把这个降面分析一下帮大家 OK 我觉得他他抓文聘的话 呃 第一是为了保护三血这个吊蚕 不管白主位 他还是想打一个吊蚕次联 呃 第二的话是因为对面大概率就要拿这个正要假许去打了可能 然后觉得文聘还是略微 略微就是卡一下这个假许的 呃 其次因为对于孙权的话 其实文聘还是比较卡孙权的 就是 孙权最 最需要的是一个简易 距离的话不知道不是卡 主要是卡顺手跟那个什么的 嗯 那之前觉得 之前觉得就是说这一局冷色会怎么上呢 就是说可能要更好一些 我觉得 因为现在我感觉冷色略难打了 我觉得冷色不要怂 就是要传主然后将围观与变 那这个文聘 文聘就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文聘就是纯去这个 这个文聘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一抓文聘的目的 就是抓完不上吗 可能是想 就是抓了 试一下看对面怎么抓吧 如果对面 我觉得是这样子 大家不用这么去考虑 尤其他抓文聘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对面可能会给把他将为关羽东拿过来 或者关羽能拿过来 对不对 因为他不抓 不抓 他抓了文聘起码能防了对方很多 那个二连能做的事情 也让他觉得这边有个文聘的话 二连打不起来 那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换 但是我觉得刚才上阵的话 文聘的确可以不用上了 就是虽然说扎位非常高 但是对方没有给予那些机会的话 的确上那个貂蚕主 我 关羽 姜维边挺合适的 他上了姜维和夏侯敦 他还是怕那个 怕那个 对面可能直接就拿回手双线定 然后他会比较尴尬 对 那个时候 抓虽然 对面双线定的话 再抓文聘也不急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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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文聘永远能要能抓到的 除非他怕 就是说冷色一抓文聘 他怕的是什么 除非他怕暖色二抓文聘 他才会抢文聘 但是刚才那个胶面 我觉得暖色并不会抓文聘 这边 这边暖色有点少 已经怂了 不过这边上了夏侯敦 这边 是 没有选择关羽的四连 没有 假雪 假雪 关羽在冷色 哦 说错了 说错了 关羽在冷色 然后冷色也是 还是选择了上的这个夏侯敦啊 因为这个 从第一局上来讲 咱们就会看出来 这个 阳光大帝这边是比较偏爱这个夏侯敦的 嗯 暖色的话 怕这个华佗这个之后被乐 然后考虑抢动 因为觉得这个冷二连没什么作为 毕竟有挑衅 一个这个白板夏侯敦啊 就是暂节那个白板 如果不出位的话 对 然后再一个来讲 我觉得暖色上夏侯敦可能 暖色上华佗可能也是出于一个去抵消离剑的这么一个考虑吧 就是说我一清囊抵消你离剑 我如果上假雪的话 很可能因为没有逃 非常尴尬 也是拉嘲讽嘛 这个打这个华佗就给孙权和张辽争取一个空间啊 主要是孙权 可以 还好对位挺好的 其实江蕾很脸色 如果对夏侯敦的话 孙权还是比较舒服 对 江蕾对位孙权也对孙权压力比较大 其实包括华佗现在带着寒冰也压力很大的 好 这边选择了 江蕾选择了去拆这个华佗的手牌 就是没有选择去限制这个孙权 那咱们看一下 就是说 哇 这江蕾比上了大桥还恐怖 好吧 我就说这个 为什么就是说不限制孙权的手牌 原来是讲这个 比较凶啊 而且江蕾觉醒了 这 自己打空了 不 这江蕾有点厉害啊 有点厉害啊 就不一样了 戴这个 关心的这个夏侯敦就不一样 可干很多事情 完全 完全就不一样了 就是说你 冷死江蕾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 第二轮就觉醒了 这叫什么 完美骑手牌 是吗 对 而且还贴了对面两乐 就是说对面想开这个五 想开五谷的话 还必须要出乐 就是说这个勒布斯鼠腰 这个能出来才能开五谷 这个真是太完美的手牌了 好 没有出乐 你看看就是那个电梯摁的 平时摁的不一样 这个来讲的话 我觉得 这个瞬间江蕾觉醒的话 可能给冷色拉回来点儿 又是吧 手气卡玩家 简直丧音命狂的球 两个乐 起手让暖色没打出效果来 呃 关键是还让自己可以觉醒 这个比较厉害 就是你贴两个乐 我暖色都能忍 然后你把自己手牌给打光了 这个实在是太凶了 现在的话 呃 冷色要 可能要好打一些 如果江蕾觉醒的话 两边都有多打 对 两边都有多打 对 两边都有多打 你现在的话可能冷色要舒服一些 看这下贝勒的松拳 走 南麻 有夏侯敦的局 南麻还是 是比较难受的 而且这个孙权 即将要被压成这个榨权了 这个不管是 你手牌的话就不要敢看 好 这边 南雪 掉雪 哦 这边看到这个屏幕上有的观众说 一个滑驼抢动的问题 其实那一轮的抢动 嗯 是正常的 就是没什么问题啊 因为你滑驼那一轮如果不抢的话 给双边动了 你大概就可能要被乐了 就是有一个乐不思数的问题 哦 将为轮轮打空手牌 你怕不怕 怎么轮轮能打空手牌的 但是这样有正常 压制很正常 因为他可以关心嘛 不是 他有摸的两张吗 这人四张打空 不是使用率太高了吧 还有两张不是关心的呀 对对对 就是手牌利用率比较高 对 起码是把所有的牌打出去了 三国家不是有牌类游戏吗 你能把手牌打出去 说明你回合那做的事就比别人多吗 对吧 就是手牌利用率越高 就是说你 说明你产生的效果越多 虽然不知道这个效果是正手艺还是负手艺 起码你做了 对对对 来这里了 哎呦 这花头压力好大 孙权空手牌 完全下轮制衡 你这是不能行吗 这把冷色简直是姜维表演局 姜维立了很大的功了 对 姜维表演局 应该他这个抢东也不是 不抢东 其实也干不出什么大事 那勒布斯鼠的话 就还有一张 看能不能协制住这个刁场 这个清晃剑保不住了 张辽终于有距离了 张辽终于有距离了 但是他还在考虑 还在考虑 他并不是很想要这个距离 如果他不想要这个距离 说明自己有距离吗 只能这么说了 他并不想要这个距离 好 顺手牌 他并不是很想要这个距离 他并不想要的说明自己有距离吗 张辽一辈子只想要两样东西 一段距离一段杀 其实现在来讲的话 但是其实这么想 你下一个距离可能 这个对保不华佗来讲要更好一些 就是把这个夏侯敦的杀 去平摊给这个张辽 就是而不是让这个华佗承受这个激活 哦呦 孙权 空手牌孙权俩无中 强行找回刚才的手牌 对 这个也是有点厉害 这个现在就稍微舒服一点了 所以对对对对对对 没有刚才空手牌那么难受了 起码两个无中把牌杀撑回来点 现在的比分是2比1 然后咱们现在所观看的一方 有人要纳币是不是 你去恶心分传 死熊 死熊 神气出来了 调戏 分传挺可怜的呀 这个 要活血没有输出 要输出的话这个要死 下轮张辽也要失业了呀 下轮张辽也要失业了呀 不失 要替学生做主哦 失礼了 好 这边滑土 男子一口 狗一下 这个寒冰好难受啊 这边借刀 强行把小伙敦距离拿走 降低下自己的压力 因为话筒手牌压力很高的 因为他现在有一个距离是可以被挑衅的 看一下判定 哎呦 判黑了 他要把减1寒冰掉了 赶紧把减1弄掉 对 减1八卦 这个八卦真也太不给力了 将为人品都用在手牌的利用率上了 哈哈 我们看一下 这一轮貂蝉是可以选的抢中 看他抢不抢 反正貂蝉抢的话 这个华驼应该也就抢了 就是 对的 不抢 想打机杀 还是有点 抢的话就是继续去限制这个心权的手牌 五上 来 手牌这个五颗星星质量还不错 嗯 关了五上最大的地方就是夏侯敦冰可能过了 啊 又把后两个拉了 三上 滑驼挂寒冰 其实 看来都寒冰捡一码了 也不算失误吧 就是骑手他敢压一下 他说失误吧 也不是算失误 因为他骑手挂寒冰 杀江维那是寒冰骑手牌 他是杀的谁呀 骑手 桃园结议 你说滑驼吗 他就是骑手挂的呀 桃园 桃园 有五蝎吗 没有 压根就是想趁一下状态 就是想回一下血线 对 就是单纯的想回一下血 可能现在冷色方的这个桃量很低 他这个姜维还是感觉自己有点危险啊 这个不太讨论 反正他可能接着 羊血的话被突袭一下这个 看守一无中 关的吧 没关 裸摸的 好 看一下暖色 暖色肯定要双边了 这个还是要试着去打一下姜维的 我觉得 那就是姜维最好推啊 那现在也只能是姜维最好推啊 那现在也只能是姜维最好推啊 我看一下这个张寮能不能弄到距离吧 应该有距离吧 张寮摸距离可很难 他刚才都不顺距离吗 对 没有顺距离 他可以获得距离 齐手没距离 后期很难摸到张寮 因为他不过牌 谢谢老刚同学 暖牙孙拳 最后一张热 没有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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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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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是网站服务器 这无线必读条 好 这个蕉蝉每回合打出一杀 一杀 一雌雄杀很恶心的 给孙晨压力也特别大 对本方的收益还是非常大 然后孙晨的牌也很值钱 摸了三牌还逼越了一下 这个太凶了 应该是基于押华陀写 你要是学生副主 失礼 华陀现在比较尴尬啊 就是自己的手牌跟不上 就是自己想输出吧 都输出不太上啊 非常尴尬 不过这个我感觉 华陀可能有杀的话 是不是 还输出不太好啊 就是你尽快的 找机会去推掉将围 可能对本方的这个更有利一些 选择正关了 一是反观孙权也没什么用 正关提高一下夏侯敦的回合能力 因为青钢剑也没了 其实最主要的是给夏侯敦去找一个距离吧 不然这个夏侯敦对着张辽 沙江辽的意义很小 孙权手牌要被破坏 我挑衅决斗 也算是黑牌吧 不对 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江维当时不是空手牌吗 上一轮 看一下 他为什么不决斗呢 正关也给夏侯敦找到一个距离 对 其实张辽那一轮你觉得顺手牌合力吗 拿青钢剑好不好啊 你说张辽他现在完全在卡牌 对吧 每次都弃牌 对就是每一轮都提供不出一杀的伤害 对 夏侯敦又不能杀 完了又没距离 他应该是真没距离 我觉得要不知真的是没杀吗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张辽的回合之后 华佗是用了一张戒刀的 很可能这个华佗的手里这个戒刀是 就之前就有的 哦就张辽是知道华佗有个戒刀 所以他留了那个青钢剑 由华佗来解 去拿戒刀去下距离 然后我就去手牌这样 这也有可能 但是刚才那个决斗 孙权决斗为什么不用啊 没看到 就是你 可能还是要尽可能的去找到伤害 去 试着击杀 将为 要更好一些吧 这个 张辽是肯定偷不过来距离的 谁也不会给他留距离的 这瓷熊不下 这松团一直被恶心 瓷熊没没能力下了 他们他们现在怎么下 江八也想下 瓷熊也得下 什么都打不出来 都想下 都想下 这每张牌他们也看得 除了张辽的家一马 无所谓以外 等下 张辽 我觉得张辽那个青鸭镜 真应该拿 要不貂蝉的压力 简直太好了 太舒服了这貂蝉 对吧 现在没人去限制貂蝉的时候 对 根本没有人 貂蝉完全很舒服的 张辽那边吸引的嘲讽 张辽吸引的嘲讽 还三血加一马呢 主要导致的 张辽现在很多回合都在扔牌 虽然扔的都是闪 但是我觉得张辽手里 应该还是有一张杀的 应该是有 我觉得肯定是 雕蝉那边偶尔出 我觉得肯定是有位置牌的 应该是有一张杀的 对 就是你这个 每一轮提供不出中伤害的 好 这边把这个滑头的距离也剎掉 那边好可怜 就是这雌雄双骨剑调戏至此 对 已经给这个貂蝉 已经完全是貂蝉 貂蝉和 就是产生了什么 英姿加避悦了 回合那英姿回合完毕 貂蝉已超前 对啊 这轮轮各四排二用元素 这貂蝉已超前 狗牌过得太多了 别紧张 有了 无了 是我记错了吗 我觉得AOE好像还有 有的 有的有的 确实有 但是 有 要死了 下后蹲加这 不过画腿两张牌 也行 也行吧 也可以 这个PTL多了 那个姜维也死掉 好 把张寮知道了 完全跟这个张寮 基本上属于一段作为 张寮 那就是 其实还是 要说到没什么作为 还是第一轮 这个姜维做的事太多了 就是 把这个两边控制了一轮 控制了一轮 行动轮次 然后还觉醒了 然后继续的再压 现在是2比1 这一局是第四局 然后冷色方领先 就是这一局 孙权也挺无奈的 就是你第一轮被限制住了 然后你觉醒了 就持续的挑 挑衅一下 压我手牌 挺无奈的 确实挺无奈的 这边边动跟主动 我觉得都差不了多少了 对啊 空手牌的孙权 你说 没有多大作为 还是要给边动的 没办法 这肯定没办法了 就是 暖色还是略保守了一点 对我真 他可能是怕四连的关羽 怕的 夹曲 我觉得可能有点好一点 对就是 我觉得暖色就是有点怕 怕四连了 算了一个话题 想走稳 但是 他没有 主要还是姜维对位也比较好 知道吧 对孙权手牌压制太大了 姜维第一轮干的事太多了 对对对 还有姜维手牌比较强 对 第一轮干的事太多了 好看一下姜维这个 正关提高二连的能力 对 现在这个冷暖的话 其实 从手牌数来讲的话 没有太大明显差距 但是这个水线各方面 还有装备的情况下的话 就 可以看出来还是有明显差距的 好这边 直接杀八卦 三上八卦阵应该是被关心了 谢谢小火柴的料 好 对 好 这边这个滑驼 再去 让这个孙权多活一会儿 AOE卡在手里不敢 不敢A啊 好 谢谢 谢谢 这边的料 好 下后蹲 一瞬 那这一刀应该大概要打滑驼的 打孙权的话判一张 有八卦阵判一下红 等于被打排插了 肯定是 肯定是打滑驼 等于亏 好 这个滑驼 请拿一下 但是现在这个滑驼的这个 这 这只是拖元输的时间 我觉得很难翻盘 对 刀险状态太好了 跟不上了啊 已经跟不上对面的伤害了 是的 对面的伤害实在是这个 谢谢 谢谢国舅的料 好 将为加古顿 再强动一轮 这一轮看看 我觉得这个 看看能不能代表滑驼 新开队 哦 我开桥 走 无杀 关到八卦阵 所以这个判不判吗 武尚肯定关了八卦阵 你判不判 已经给你关好了 你判不判 还是判了 判了一个过差也无所谓 赚了 算是一个回合内的 K牌 就是说 这个 其实将为应该 我觉得这个武尚应该都是看好的了 就是你 你你孙权即使不判 我下后蹲那一刀 杀你也是黑的 是一二的 谢谢小菜的菜 那个包 那个 麻辣套 我八卦阵想多了 孙权的八卦阵已经硬入我的脑子了 哈哈哈哈 八卦阵你都睡睡睡 哦 真输了 杀死了 华佗 这局主要还是暖色有点太 那叫什么 说好听点吧 就是 有点太保守了 对 说难听点就是太怂了 对吧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再 其实再加上就是说冷色第一轮二连的牌制也是过好 这个将为的牌制确实是过好 然后就是这两个原因吧 然后导致有点 对还有个将为 还有将为前期表演局 后期是 貂蝉表演局 应该是前两回合是将为表演 后前回合是雌雄貂蝉的表演 对啊 就将为一直就特别 不是将为 孙权就一直特别惨 你没觉得这受伤的一直是孙权吗 孙权一直是被干 谢谢菜刀的六 孙权一直是被欺负的那个对象 对啊 孙权太惨了 Thank you 孙权的女朋友 哎呀实在是太惨了 好了好了好了 现在的话 现在的话应该是3比1 谢谢谢谢 然后咱们这边的话这个 阳刚大地的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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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WC了吗 对他们去WC了 集体WC 那我们就孙权多说几句话吧 你老抢话 你太 我 有爱大神 我就是好好批评批评你的 哈哈哈 干嘛老抢话不让人家说话呢 没有 我 我真的有抢话吗 这个 我真的有抢话吗 嗯 既然在这个中场休息的时候呢 那由自成给我们表演个节目吧 嗯 这是什么节目 嗯 你随便吧 我就不好意思提了 但是现在是只有发挥时间嘛 对吧 不会发挥啊 你看只有100点 啊 已经回来了是吗 回来了啊 那就放过我吧 哈哈哈 好吧 那就再放过你 然后那个 比赛 比赛完之后再这个表演节目吧 哈哈哈 我觉得靠谱 比赛完之后 我跟村长咱们仨这个 大个小单尖表演 哈哈哈 私下表演 然后这边也是这个比较厉害啊 这个揉了100点 然后等一下这个阳刚大地这边回来 嗯 看哪边有爱谁比较帅 好 这边这个 简单姐姐发话了 简单姐姐说 哎 说什么来的 嗯 不能这么问 哈哈哈 对 现在是 现在是3比1 然后那个 阳刚大地的赛点 阳刚大地领先 谢谢一串字母的料是吗 不是一串字母的麻辣烫 嗯 阳刚大地就是上面那个 对 就是DRTSK那边 啊 对 这个 咱们现在这个 午休时间啊 这个说一下啊 午休时间 你讲一讲 油画大神你说 哈哈 同志们那个兜里有金币什么的 是不是可以往处甩一甩了 我觉得这个题非常的靠谱 对啊 动动小手啊 就别光听啊 是吧 好 这个阳面开过来了 这个 这个阳面留之前 再给大家这个说一下 啊 我觉得这阳面终于有国家了呀 那都是 中 中所期待的 然后的话 有个决心症的话 也是 一直以来 啊 这个 还是比较 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不管说 是不是三大碗娘什么 应该都应该明白这个症的厉害之处啊 然后就是这个 多小 还有的配合就是带孙权 带张飞 所以说这局的话 我觉得 它冷色和暖色就是都留着打吧 但是 个人感觉还是 呃 暖偏优一点 呃 冷偏优一点点 一定样子行动优势大家摆着 然后 拆的话 就是说对于冷色来说 它 不是 特别好拆 但是 一定也不是他一个神匠在这儿啊 对吧 张辽跟这个诸葛亮 和诸葛景都在 暖色肯定手持的国家 冷色的话 嗯 就是这样子吧 就是之人给你是冷色 你会怎么说 冷色啊 估计说 拆一个 拆一个小桥还是要拆的吧 拿神匠 拿神匠 张辽 那也可以 毕竟 比较暖色的它是 它 暖色就是 冷疗还是比较厉害 然后 它又不是很想给人家张达夹雪 如果让夹雪的话 这定位怎么说呢 你觉得这个暖色的二专 这个怎么考虑可能要更好一些呢 因为现在可能 这个将麦来讲 冷煮可能比较缺乏 他只是有个性能 夹雪 对 这个夹雪配啊 这个还是这个 拿到了自己心爱的夹雪 这个其他先不管了 先拿到自己心爱的东西 这就是毕竟是一个bug的一个存在 你说暖色如果走稳的话 什么诸葛景孙全 我还确实对这个冷疗 就是很难受 然后他想 有爱大神 你们先解说一下 我有点瘦 OKOK 没问题 这冷色有点 珠葛景孙全 珠葛景孙全 我觉得暖色这一手 是不是可能 这个孙全可能要好一些 因为 因为冷色来讲的话 可能没有一个 好去限制这个 孙全 然后孙全 暖二连孙全加许国家之类的东西 还是能爆发出这个 非常大的一个效果的 而且一定限度来讲 可能也防一防让鲜 因为冷色现在的这家面来讲 没有一个合适能让鲜的东西吧 现在来讲 他可能比较讨厌那个 对面拿鲜 那个四脸 什么的 不过我觉得冷色 他的那珠葛景 我觉得没必要 就放在对面就行了 你自己拿那 鲜的孙全 挺好打的 你看张辽跟孙全 四血边 所谓鲜 普通玩家的话 是这样的 咱们这个房间 现在是这个比赛房间 就是说咱们 三国沙三位三 铁巴赛的这个指定房间 参赛的人呢 可以进来 回来了 激动的流鼻血了 一看就是太紧张了 这边那个 暖色拿到了张飞 那你们觉得 这局暖色 会不会上张飞呢 还是会上佳许呢 我觉得还是偏上佳许吧 我觉得 估计前半 我觉得 这个 可能张飞的效果 要比加许好 诸葛国家张飞的强度 可能 国家加许的强度 要高吧 那对面你说他是 是张聊那个孙权 带 诸葛景还是 貂船呢 当然是诸葛景 诸葛景就好 对面的 我觉得 他现在所有真理呢 最优的话 就是孙权佐 聊景边 然后暖色的话 可能 稍优一点的 就是国家佐 诸葛景张飞边吧 打一个暴躁点的二连吧 然后当然也是看七瘦 对 或者是诸葛亮佳许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诸葛亮佳许强度 谢谢小西的马拉团 因为张飞的话 可能 就是 通过刷国家 可能去 把这个牌的收益 就是说 更多的东西能用出去 哎呦 而假许 暖色没选择假许 选择一个非常老的 诸葛国家张飞 是好以前的一个二连 对 冷飞也防这样 是因为这个二连 他的手牌利用率 还有这个 暴的程度 要比诸葛假许高的 对 冷色也防着对方的二连 也想到对方 可能上张飞 小乔 下后蹲边 这个都是 我觉得他对面上假许吧 这个我一般喜欢下 都会乐诸葛亮吧 但是我觉得 对对对 有国家要一直刷牌 这个乐张飞也可以 对 一直刷牌 乐张飞是挺好的 影响关心的难度 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冷色双边上 这个真的好吗 不好呀 不管 他就是怕你的张飞 就是就是怕暖色的二连 单纯的就是防一下 就是这么怂 对 但是冷 但是其实 就是咱们换句话说 嗯 就是暖色你的过拍量 足够的情况下 大概率 还是要直接直奔主的 就是大多数时候啊 大多数时候 嗯 你过拍量足够的情况下 你们觉得冷孙权 起手干的事多 还是冷张辽 起手干的事多 不是 就是冷张辽的话 起手是有有爱 其实这个看那个主帅的风格 其实上上那一轮就是选择了画图 就是 其实他是一个比较偏保守的主帅 对吧 对 对对对 这个确实 他可能 他可能是对自己的 呃细节排序非常的自信 所以他觉得场面上只要我不崩盘 就直接被秒掉一个人 或者直接打死 我就有机会赢 所以他可能自信在对排的使用 而不是对场面的这个优势的利用 懂吗 就是他的几个都是保持着自己 不会直接被秒掉 不会去崩崩掉 呃从而去创造优势 而不是说是场面要多好看 可能这样子的理解 大概就理解到 那现在的冷色的 呃对 但是谁都知道冷辽肯定 冷辽肯定刺血边也不怕 对不对 呃又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也有一点就是 分泉主的话 他的那个制衡 确实可以 觉得大过牌 但是他能 他能做的事情也无非是 呃拆 然后的话 勒布斯鼠也大家立刻贴不住 所以他觉得 还不如就说 等于是顺对面两手牌了 就是稍微限制一下 嗯 看一下暖二连 暖二连 暖二连的话 其实还是要靠A才能刷起来牌 不然这个张飞的手牌现在很吃紧啊 只有无手牌 骑手被张瑶突袭这项 现在张飞的手牌还是比较吃紧的 不过这个出A的话 其实冷色来讲的话 这个针 对A的 就是对A还是有一些利用率的啊 这个小乔 不管是小乔还是下午顿来讲 对吧 就是说开A可能冷色 这个也是能有自己的收益的 那你觉得他可以走慢吗 谁啊 就是暖色可以考虑走慢吗 也就不死命卖国家 就是等机会 对 还是看看就是现有的手牌决定吧 还是看现有的手牌决定 因为张飞刚才杀了第一刀了 然后 现在的话就暴说 暴说 暴的话 这个 不杀了 因为觉得这一轮 可能杀也没什么用 不高 对 就是我杀完之后杀来杀去 其实就是把国家的血线压低了 我很可能还是谁都打不死 对吧 因为你的双鞭太顿了 你的双鞭太顿了 而且 而且这个 小乔跟夏欧敦这个 现在考虑的是国家会不会乐吧 暖色方有无蟹 感觉告诉我 有无蟹是可能有 你都敢吃了随便打无蟹了 毕竟过了这么多牌了 暖色还是过了不少牌呢 几比几啊 呃 3比1 现在是这个阳光大力赛点 就是暖色方的赛点 直接打核心了 嗯 打到一个激活吧 嗯 五蟹比较多的 暖色方控的五蟹比较多 应该是还有一张五蟹吧 对 或者说国家压根也不怕乐了 嗯 这个应该还是怕比较怕乐的 你没听说过自信天度红桃吗 等于说帮我觉醒了 发动英姿了 这个还不错 回三写 然后张辽选择抢 张辽调整一下手牌了 也破坏一下张飞的手牌 他也有点害怕 因为觉得自己不抢 因为 因为就是暖色的 这个选择目标 肯定是直奔张辽的 他觉得他不抢东东啊 不调整手牌 可能这个 有点 败瘦啊 看一下张辽怎么选择去 八手牌 这个江面只能抢上张辽 打下后登打小桥更不合理 这个距离 还有武器不是啊 再考虑进去 这个有武器也不会打的 原来 这一次行 没必要吧 对 反正这个国家之耳的灌石了 实在不想要送过来 八手牌的张辽 再激活一下 有的 哦 就是要拿小桥刷一下牌 然后过牌 就是看一下小桥 现在可以两种选择 一个是谈夏欧敦 谈夏欧敦 嗯 哦 张辽除非有桃 一般情况下是谈夏欧敦的 张辽谈梅桃趁起雪线来 不是 害怕吗 对吧 对 比较 比较悲伤的故事 对 一般情况下是谈夏欧敦的 好 看一下张辽能不能回起来的雪线吧 回到无雪的话 还是比较有 哦 灌石 两戒刀 哦 这手牌挺给利亚张辽 这手牌已经没有了 两张戒刀 不过我估计应该是出了一张戒刀了 哎呀不好说 张辽七手无手牌 也不好说 好 张辽还有思考牌区 哎 桃圆 呃 三三的夏欧 不跟这个 就是原来一样 只不过现在的钢链目标可以指定了 他不 并不是只能钢链伤害来人 看到了张飞的神器杖八被弃掉了 你别难 哎 看一下诸葛亮这一堆能不能找到A吧 因为A他没有见到啊 就是暖色只能是靠AOE 然后才能并且去过很多盘啊 我只想说作为一个解说 我非常希望这一局暖色赢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 冷色 有事 可是作为观众啊 就可能觉得 就是再再继续打到 那什么什么 哎呀已经很累了 我们已经解惠了两个小时了 哈哈哈哈 这个赛点赶紧就拿拿成吧 当然就作为AO个人了 作为解我们已经两个小时 再不停的说说说说了 但可能观众意犹未尽 还是希望他们能打够整整的九局 是吗 九局还是七局啊 七局 七局 嗯啊对 好 祝国亮也是把这个小桥 限制光了 哦 这可以激活小桥了都 哎呀 联挪 小桥危险 这张辽这个 特别想过牌 怎么又考虑到小桥 这有点厉害 这有点厉害 这小桥直接跪了 直接跪了 有点怂了 你说选择这种阵 打不出来自己回合内的效果 给人家主动的话 永远会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 对吧 除非对方压根就没有好排 这个可能性也比较低了 对 就是说这一句 我觉得 冷色抓阵 其实 并不差很 其实 挺好的 冷色这一句抓的 哦 听过 我 我觉得那刺雄真的不是特别必要 因为张飞就是没有 他没有那个闪嘛 你杀一刀也一样的 其实就是 就是 小敦这钢链他肯定是掉下 哦 有人说 那个 在拖 其实珠亮那么多手牌 你 你不能保证珠亮六 六张七张手牌全是闪吧 这打出的输出很正常的 对吧 你除非如果是空手牌的珠哥亮 回合内输出也行 能估算出来 最多 就那么点 那么多手牌 你怎么能保证它没有作用呢 肯定有作用 好 咱们可以看到这个下午中也是 就是 壮心病狂杀郭佳了 这也没有办法 这 这真是没办法了 打郭佳正常 我去 这AOE都出光了 AOE都在郭佳这 那冷色还是有机会的 家哭了 郭佳怒扔水 这实在是 郭佳说我也不是想拿这么多AOE 一般国家局AOE是队友放核实 从来 这个也是肯定 又不让帅直接吓哭了 应该就靠下欧敦了 下欧敦抢下国家了 对 就看抢啥国家 这个时候已经只能抢上国家这一条路了 反正有张辽在 对于 对方有逃的可能性也会被破坏 对了 张辽那个时候不是借了两刀吗 就有一把灌石 他是丢了还是 存着的 那就可以 抢下国家 想去强行的让他多丢一点点牌 这样子好去秒张辽 谢谢这边的六 好 这边还是继续去强压这个国家的血 对还是有机会的 有机会 有机会 这绝对是有机会的 让诸葛亮反观 把节奏打慢一点点 不要让对方秒了主攻 所以没选择正观 看这个张辽能不能扛过这一轮 就是给夏欧敦一个发挥的机会 是的 谢谢大魔王 我大魔王是刘晴的朋友 谢谢九龙的 刺上 冰凉碰断 冰 冰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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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打出一个 不过杀没杀成功 拼了 拼了 还有武器读条 没有 这个武器读条 不管有没有都会读的 对 有陶 有陶正常 有陶真是正常 但陶估计也不会太多 估计有着日 应该还有一个或者就没有了吧 差不多了 对 应该 冰能不能过有个机会对吧 对 刚聊这个冰很烦 这个如果没有这张冰的话 我觉得这个 冷车的希望真的特别大 看下郭佳这四手牌能做点什么事 哦呦 一决斗一杀 招要求逃 反正招要死了 有个逃 看这个冰凉吧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冰凉 天国有机会赢 手里有杀的话是可以抢弄的 是因为可以杀孝敦 看一下 好 现在看一下能不能红草 好 看一下祖国亮了 现在就看祖国亮了 就看祖国亮了 有没有 还有没有下局 哦漂亮 强行三米二 好 强行三米二 我们还得看一局 对 哈哈哈 还是这个阳光大帝的 咱们这边祖国亮手里是看一下手牌 一个嘉宜马一个闪 张飞手里是闪 然后看一下夏欧敦续不续牌啊 夏欧敦也没有续牌 然后闪一闪 也是 卖的这个小小牌是很值得 夏欧敦是在这个自己 该能发挥的时候还是发挥出了自己拥有的作用啊 嗯 所以说那个夏欧敦那边 听说胜利一直很高啊 在这个比赛区里面 嗯 还好就是夏欧敦现在因为是可以指定性的刚亮了 然后这个 特定时期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好 那这一局的话 这个 还是之前来说一下吧 说一下照片 对 我们一直 对 观众强烈要求这个 这个妹子要多说点 我觉得是冷忧啊 冷忧的一个照片 比较 也没什么爆点 唯一一个 比较 就是 BUG的一个武将 就是这个嘉宇嘛 然后的话 这局暖色 主要看暖手什么的问题 暖的话 我觉得 这一个是 大洛嘛 一个是这个 双空什么的 再夹许可能 然后 这 这局的话 我觉得还是张导吧 守的张导 或者你守个刘备啊 但是刘备的话 我觉得 刘也难受 所以暖色来说 主要 主要 有个留景嘛 我觉得 但是如果是 我是暖的话 我还是被考虑拿张导的 觉得留景 要不要给他了 然后自己 自己这边考虑 把那个打手给抓了 就比如说 暖色抓 抓六倍了 然后你冷色会怎么抓呢 就咱 你想想 你想想呀 暖色的话 那个大洛 你 多久 了解吧 如果不怕 不怕大洛的话 我觉得可以 就放 这肯定是要拆大洛 不是拆那个 大坏式的 肯定是了景 对吧 如果对面暖色 如果长了呢 你会怎么办 暖色有个大野人 是留景吧 如果我是暖色 我就考虑上 大野人 大野人还好吧 有画坨 哪有大野人 刘备 刘备张飞就是大野人吧 刘备 诸葛亮呀 刘备张飞 诸葛亮不算大野人 因为 大野人一般是刘备 国家 对 这个刘备张飞 诸葛亮 在冷色可能 就是冷刘备 其手仁德 然后诸葛亮张飞边 这个可能 还能较一点 但是这个暖色的话 就是刘备带一个 刘备看信仰嘛 就是单纯刘备张飞是吗 假曲 就是破了那个冷色的一个 这种假曲 顺便自己也可以去用这假曲 SK又拿到他的爱将交缠了 已经不叫南京第一假曲了今天 今天就是南京第一假缠了 这一勺也是拆了这个张飞 这个不想给这个暖色 因为刘备的话 因为刘备的话 这都是脆皮 刘备 毕竟这个提手 谁知道他能摸到多少张杀 这个排队杀的数量还是很可观的 暖三奶的话不建议 我觉得会比较乏力 但是 真鸡 有没有选择去拿三奶和小徒贝 选择了拿姜维去走稳的阵型了 暖色的话 其实现在是可以这个 刘备 诸葛亮 姜维的 就是扎曲也不上 直接的话 诸葛亮主 就是说 诸葛亮主 刘备 姜维边 打一个中后期 觉醒之后双关星加刘备 这个还是非常强烈的 我怎么觉得暖色还是有可能会上贾曲啊 虽然那个确实挺好 贾曲 这个刘备 我觉得可能会上贾 如果是刘备 诸葛亮 姜维 我觉得打不过了 你觉得呢 刘艾大神 贾曲我觉得暖色会考虑上的 刚才卡 刚才卡了一下 没太听清 你说刘备 诸葛亮 姜维怎么了 我说如果你要是去打 刘备 诸葛亮的姜维 去打中后期的话 打不过冷色了 因为你貂蝉给你的压力太大了 诸葛亮的压力太大 你上谁主啊 诸葛亮主对吧 对 肯定是 那貂蝉给你诸葛亮的压力太大了 我觉得 他可能会考虑去把贾曲去摘出来 完了去直接创造人数优势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说看冷色了 冷色虚不虚了 冷色如果不虚的话 就是貂蝉鞭 这个貂蝉鞭打四连 这个输输 但是他虚一点 他虚一点的话 可能就是貂蝉主 貂蝉主的话可能输输一些 我们看一下 他上了孙上香更慢了 上刘备主了 这个暖色出乎我的意料 冷色更是出乎我的意料 他不是猪根锦呢 猪根锦他不上 还是怕假许 他怕酸血边被秒了 对对 他怕假许换了个分测 这个是理解的 暖色的确也挺出乎我的意料的 他放了个孙上香 打孙上香核心的话 是主要有点怕四连吧 其次的话 孙上香防的这个貂蝉 对不对 他可能是这么考虑的 虽然说是 对 虽然说是防 一定情况下防貂蝉 但是你是暖色呀 你这个行动 就是暖色的经济 很看棋手牌 很看猪根量第一轮 能不能保住孙上香 要不孙上香压力大 起码底有个加一码 对不对 有个盾牌有个加一码 底有一个 而且留香 就是香香这种东西本来起装就特别缓慢 你这个 就是还没等怎么起装备呢 你很可能就会被对面这个 在对面的压力下 你就 变得特别难受啊 变得特别难受 而且张疗就可以有可能突到距离了 对啊 而且这局的话我觉得 如果他想上香香 这个还真不如上降维呢 啊 对对 冷色 这起码这一轮冷色上降是理解范围之内 诸葛景的确三水边有一点点压力 在对方有假许的前提啊 对吧 暖色可能考虑的就比较多了 就是孙上香作为核心 主要是看猪根量第一轮观星和孙上香的起手牌能否防住四连 如果你坚持不到连给对方 本来孙上香是一个很慢的 对吧 这是一个比较慢慢节奏的武将 对 他成型到他的爆发期是有一定的时间等待的 你如果都坚持不到那会儿 就很难打起效果来 而且现在属于孙上香单核心了 那猪根量虽然也称之核心 但刚开始基本上能辅助孙上香的作用了 对吧 而且这一局其实 呃 一个好处就是冷色可能没有上这个猪根 对对对对对 一个假许吓到了对面 诸葛景没出来 对 我还拆了一张乐 哇 这个寒冰好赚啊 一个无中一个乐 对 这个寒冰简直是太太屌了 哎呦 孙上香这手牌好害怕 嗯 有点厉害 梁上 这个猪根量 自食其力 自食其力 好害怕 好害怕 看能不能盾牌 加一码 更更加一 对 没有的话就 没有的就有点压力了 面临僵僵僵的思量 主要还是加一码吧 主要还是加一码 这个盾牌到 有的话正好 其实主要还是加一码 这边看看那个主要是不是闪 出闪的话就可以明确目标了 现在的话也还是看那个 刘备被不被乐吧 就是刘备不被乐的话可能 稍微调就是给暖色调整一下手牌 要好一点啊 是的 而且刚才还命掉一个乐 这个也很关键的 对吧 就有点顶不住了 这个不错 这个不错 在被压制这个无中哥乐的情况下 还可以有这么多的作为啊 刚才孙策也是 你的回合内有多砂的牌 所以尝试一下 看能不能秒掉猪个亮 因为猪个亮的手牌比孙商箱少 好 孙箱这个也是麦A血 因为后手还要承受着这个 张良突袭一下 不过这个A是不是可以考虑四两码呢 考虑一下 他可能是怕这个 看不出来了 被乐了 对 张良补过牌之后 可能这个A打出球 不是 是张良七手有A 他想直接秒人 对 对对对 这个我们是看不到手牌的 没办法考虑到 选手的思路 但是张良直接开出A 说明 他应该知道张良七手有一张AOE 想直接把出个枪打死 要么是有乐 要么是这个张良还有 对对对 要么就是有乐 哇 那这个 那就 基本上 感觉要这个 暖色基本是叽叽了是吗 基本上叽叽了 感觉要拿下了 因为香香这个 这个已经脱不到自己身装了 周波亮死了 而且连动性也不强 这个会遭受这个手牌的损失的 比较难 香香逆天 我觉得刘备压力也大 貂蝉 是不怕你香香睡几觉的 香香成型比需要时间 对吧 对 而且你香香结音是一个 需要两排 我貂蝉离间只需要一排 你费一排 你看都懒得杀 非常香了 直接给你刘备压力了 对啊 就是你刘备 就算你磁场香能扛过 你刘备压力太大了 面对貂蝉 尤其是南京第一貂蝉的面前 一会又粗一雌雄玩什么 对吧 一会又挂一雌雄 刘备为了防张辽 还几人都逛 一轮再耍 一轮再耍 对 那这个应该 这个真的刘备很尴尬 就是也不敢杀松车 大人的 不管了 你只能看 想要哪有怎么办 好 然后貂蝉 这个还在想自己手盘啊 小盘穴 直接干你刘备老欧 一离间杀 刘备还没杀 有杀还得多打一滴血 按一下暖色 就是贪一点的话 刘备再动一个 如果冷色方赢了的话 我们今天的比赛就结束了 本着一个比较客观的解说 我们还是要看完 因为 虽然是场面非常优 但是虽然像七张手牌 也许还能做点声呢 对不对 虽然加一马八卦镇的刁蝉 万一被秒了呢 毕竟还是有过牌的嘛 虽然说过牌成型比较慢 但是还是有过牌的 不给拆加一 还拴手 让拆加一 对 好 相信应该要结晶过了 结晶过了 是吗 虽然杀八卦镇了 这好绝望的选择呀 好绝望的选择 没有办法 对真是没办法了 好绝望的选择 就杀八卦镇 这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暖色 你要是去打中后期稳的话 你打不过冷色方冷辽 这家貂蝉 对吧 太慢了 就是还是太慢了 对真的是太慢了 开起来桃圆 要么就是上甲曲 要么就上甲曲 要么就是上姜维 可能好 还垫记着你的姜维呢 这桃圆的话 其实暖色就有点 就更加绝望了 比较难受 好 大屋中出了几张了 好像没怎么出啊 但是冷色现在手里肯定是固烈的 嗯 这个是肯定的 嗯 不被还是得两排回血 开无中 哎呦 还没无蟹了 没有无蟹 没有无蟹 这是真没无蟹 有无蟹这个无中必无蟹了 对这个这个大屋中不会让他开出了 对这是真没无蟹啊 哈哈哈哈 这个不拍一定是真没有了 哈哈哈哈 对的 还算策了 以德服人的 好 继续大人的 再撑一下 毕竟还是二人阵啊 毕竟还是二人阵啊 毕竟还是二人阵 接礼吗 对 这个无中生有的话 在33里 人数烈势的一方 会多得到一张奖励牌 然后 就是也是这个鼓励翻盘吧 我感觉留掉强洞了 不过 外边还是有无数的 这个强洞也是冒着一根粉 反正现在已经是稍微有点练嘛 也是这个 也管不着什么风险啊 就是怎么收一大怎么先来吧 是吧 对 全部囤在塑料箱那边看的情况 对 就怎么收一大怎么来 这个看能不能有机会 好 谢谢 还有这个 不谢 哦呦 乐 这个看一下 好了完了 哇 暖色鸡鸡 对 暖色鸡鸡 就很尴尬 不是很尴尬的问题了 勇爱大神 这不能玩呀 这完全不给火录呀 这个 存了一份盘 你让我都扔了 聊神 等会来一乐 简直不行了 对啊 又来一乐 又来一乐 不能玩 简直不能玩 这个 等会再来一乐 再来一乐 孙子刘突袭 所以顺手孙上香 嗯 不行了不行了 再来一乐 孙上香再动不了 刘备被动的话 貂蝉的输出都扛不住 现在就是 我觉得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交了 这次打不过了 不想把这朱古亮 太快了 对 朱古亮 2.3总是 2A 2A直接带走了 没有办法 对 也是没什么办法 就是刘备还没来得及仁德呢 更懒得细胞过拆了 直接拆了 中乐的人 所以我可喜欢分测了 简直神像 他长得帅 还是很厉害的 这就是 好 我们恭喜杨刚大帝 获得了本届铁巴赛最终的冠军 貌似也是全胜 对吧 没有输一场 从小祖赛连胜到最后决赛 也是彰显了他们的实力 当然也恭喜 这个什么表妹很很萌 表妹 那个对象很买 我的妹妹并不那么可爱 对 对 对 也是恭喜 我的妹妹并不那么可爱 获得了亚军 他们也是很遗憾 就是圣族主一直打到最终 跟杨大帝输了以后 进入败者主又打回来 继续跟杨刚大帝打 还是其差一招 当然也是非常恭喜 最终获得了亚军 那最后也是感谢我们资成和有爱大神 以及我吧 在进行了这两个半小时的解说 我们最后送一下六也就结束了 那有爱大神你再说几句 好 那个其实我想说的 基本这个村长大神都说完了 然后也是一个非常荣幸 然后有机会跟那个村长 还有资成妹子是吧 一起合作 然后解释了这些铁巴赛的总结赛 我觉得以后三为三的比赛 我们可以多合作合作对吧 对对对我觉得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 我觉得跟有爱大神还有资成合作 虽然我觉得我最讨厌了老巧话 但是还是非常合适的 从性格上 我今天抢的比较多 所以你是欺负人家之前妹子 我得替资成妹子说两句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 都是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 开玩笑开玩笑 对对对 然后那个 也希望那个村长吧 以后这个 机会啊 也多来这个三为三那边 交流交流 肯定肯定 学习学习学习 然后也是这个区上可以带领更多身份的玩家 也是走向三为三是吧 三为三那个模式 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的 我也很希望大家能够接触这个模式 因为三国沙 我觉得最经典的模式就是三为三了 这也是为什么啊 我身份局看的人多嘛 所以我直播打身份局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玩三为三的啊 这是我心里头自己说的 因为这个模式的确 体现了打牌的乐趣 对吧 这个是整个 如果你要 还有团队 对对对对 团队 如果你真的把打牌看作一个 呃 博弈的过程的话 三为三是最能体现出这个博弈过程的效果 对吧 对对对 然后尤其是翻盘的瞬间 然后还有各个 各个时刻吧 反正都是 都是非常非常有乐趣的 好 咱们最后 最后的话 最后也是 他就让你抽奖了 嗯 抽奖 对 一会儿一会儿咱们抽奖 那我们就结束了 你说一下 你说一下 说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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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